4月7日 騰訊第一大股東Process 減持了已經發行股本的2%的騰訊股份 套現約人民幣1,015億元 大陸三家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 電動車股票都大幅下跌 市值蒸發622億人民幣 當日中概股逆勢普遍下跌 綜合大陸媒體的消息 4月7日 騰訊的第一大股東Process發布公告說 計劃通過子公司MIH 出售最多1.92億股騰訊的股票 佔騰訊已經發行股本的2% 如果按騰訊的最新股價計算 這次套現金額將達到1,208億港元 約合人民幣1,015億元 交易完成後 Process對騰訊的持股將從 30.9%降至28.9% 消息傳出後 騰訊香港股股價盤中一度大跌5% 最終收跌3.75% 報每股629.5港元 單日市值蒸發2,350億港元 約合人民幣1,975億元 騰訊ADR盤中一度跌近10% 受到騰訊大股東減次消息的影響 多隻熱門中概股出現較大的跌幅 被稱為大陸電動車三巨頭的理想汽車 小鵬汽車 緯來汽車都出現下跌 因為近來 美國監管機構對中概股為首的外國企業 發出了必須符合美國審計機構政策的要求 不符合要求的企業將會被從美國股市除名 這個政策一出中概股大跌 再加上國際機構拋售中概股股票 更推動了中概股下跌 同時中概股還頻頻遭受美國投資機構指責 他們因為不受美國審計機構的約束 而在財務上屢屢造假 而不按照美國審計要求提供財務報告的中概股 已經被紐約證券交易所啟動退市程序 消費收集團 消費收集團 消費指揮 從美國的清舟 交易機構 控制住 強固然 可是 消費 收集團 消費 免